英伟达报告华为是主要对手 体系竞争需要动用国家力量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路透社2024年2月23日消息 英伟达头一次在公司报告中 把华为当成了主要竞争对手 文章称 英伟达作为上市公司 在今年发给美国证监局的年度报告中 第一次把华为当作主要竞争对手 尤其是人工智能算力芯片领域 文章写道 华为在人工智能算力芯片设计 GPU CPU与网络应用芯片领域 对英伟达构成威胁 同时 华为在云服务以及人工智能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当中 对英伟达存在竞争与挑战 怎么看 头一点 华为在人工智能算力领域芯片设计与制作 得到了竞争对手的认证 这会进一步帮助华为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完善自己的生态建设 这份报告最起码说明 华为的算力芯片升腾910B 升腾920不输给英伟达的顶级算力产品A100和H100 同时 神比马良GPU不输给其他任何一款同类型产品 麒麟9000S 麒麟9100不输给任何一款其他大厂的手机CPU 相比英伟达 华为现在缺的不是技术而是生态 什么叫生态呢 我之前说过 所谓生态就是惯例优势与生态优势 当我的产品在你的系统基础上研发推广之后 让我从系统上改变等同于重新设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之前呢我的这些产品都是沿用着英伟达的这些算力芯片 现在你让我改变用华为等同于我把整个的产品体系重新设计一遍 这个对于我这个公司来说 无论是成本还是时间都是划不来的 这就是英伟达在这个领域对中国的惯例优势 正是因为这样像英伟达这样的垄断型大厂 在对用户形成了惯例优势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英伟达宣布涨价 用户就得吃下涨价 然后割消费者的韭菜 美国宣布产品禁运 中国用户因为有对英伟达产品的系统性依赖 有的宁愿去买被三次阉割的产品 性能下降了 但价格不变 等于说旧的产品又迎来了一波涨价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正是因为英伟达对这些公司具有惯例优势 那有人问不是还有华为的吗 是啊 有华为啊 大家都知道有华为啊 但是一旦开始用华为的产品就等同于再创新一次 对于这些中小型企业来说 他是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精力和没有这个金钱的 因为他变成了一个新的系统 而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系统当中的问题啊 那为什么有人问科大逊飞这样的企业选择用华为呢 因为他觉悟高吗 还真不是因为他觉悟高 而是科大逊飞早就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他买不到英伟达的产品 所以只能用华为 通过这个我们就不难发现了 美国的限制本身它是有限的 它的效率区间是英伟达与华为之间的技术差距 加上英伟达阉割产品的性价比与华为产品性价比之间的某种形态 据说现在美国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进行最新一轮的限制 这想必会进一步帮助华为构建自己的生态 我们呢也期待这一刻 其实说实话呀 构建生态呢不容易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很漫长的过程 之前呢 微软在中国构建自己的生态 它用了很多非常手段 比如说在中国市场大量的释放微软的盗版产品 正是因为这些盗版产品挤掉了中国的本土产品 当中国的本土产品被挤掉之后 微软就彻底垄断了中国的市场 当它垄断了中国的市场 就对中国几乎所有的用户产生了惯例优势和生态优势 而这种优势背后的垄断是很难被打破的 除非美国政府祭出制裁大棒 但是美国政府要是聪明的话 它不会这么做 那很显然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犯这种非常低级的错误 它给了中国一个黄金的发展机会 而这个黄金的发展机会是求之不得的 第二点我们会看到 美国的跨国大厂也是美国政府重要的情报来源 不知道大家发现这个没有 英伟达虽然在报告中认证了华为 但是同样也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有关华为最前沿的消息 这一点不容忽视 其实呢 这些东西都不奇怪 美国的跨国公司 加上为美国服务的那几个会计公司 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收集单位 比如说中国的公司要在美国上市 需要美国指定的会计事务所背书 通常是四大会计 这样美国就得到了中国这些上市企业的情报 当年呢 中国加入WTO 里边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要去美国上市 当这些企业去了美国上市之后 就等同于成了美国的人质 美国对这些企业的情报了如指掌 英伟达呢 也一样 每年呢 出报告给美国的证监局 讨论公司前景规划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信息 这一次把华为写进去 很明显是准备与华为硬碰硬了 这点大家一定要警惕 那有人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美国针对华为采取措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呢 可以这样回答 首先一点呢 华为已经基本进入到了自由王国当中 跟歼20055一样 美国无法限制了 第二点 英伟达的这份报告 很明显在喊跌 这点非常非常明确 而且英伟达不是什么中国公司 他是一个美国公司 他不是为中国好 他是为美国好 大家要明白 英伟达毕竟是一家美国公司 为美国服务 黄仁勋是个美国人 中国皮肤不管用 他说他爱中国 离不开中国 那是因为什么 在他眼里 中国人傻钱多 他从这里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三次阉割的芯片不降价 还有人买 那不是人傻钱多 他是什么 他看中的是钱 不是中国本身 你别看他春节之前 扭个殃盖 扭扭屁股 咱这么说 他就是把裤子脱了 他还是一个为美国服务的人 当年我们这些军迷呢 有这样一句话 歼七歼八 他再烂 也是保护我们生命的 F15 F16 F22 再好 也是要消灭我们的 这点必须清楚 如果美国政府出面 帮助英伟达 打压华为的话 那么我相信 中国各部门就需要协调 帮助华为 干掉英伟达 这是必经之路 也是必然选择 这玩意叫什么 这玩意叫体系竞争 不是企业间竞争 体系竞争需要什么 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协调 出面一起应对 而不是让中国自己的企业孤军奋战 如果中国自己的企业孤军奋战的话 我们除了华为 我们还有谁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东西就跟最近台海的是一样的 没有多部门协调 我们只能看到国台办 每一次的会台 然后最后打了水漂 这个很重要 多部门协调等于什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但是我要让我的公司 战胜你的公司 我的企业战胜你的企业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 法国就建议欧盟 对中国的光伏电动车产品 展开调查 我们怎么应对 有人说 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证据 让欧洲来查 然后欧洲得到 我们没有补贴 我们只有技术的时候 他们会网开一面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不应该这么做 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市场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公司 让他看 但是我们要干什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应该把052D1 卖给阿尔及利亚 最好6到8条 加上在阿尔及利亚 建设军事基地 部署中程导弹 以及反舰导弹 这在干什么 别忘了 6艘052D1 跑到了地中海 法国他不得跪了 这叫多部门协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过瘾的话 那我们跟利比亚协商 在利比亚建设军事基地 然后帮助利比亚 运送非洲的难民到欧洲 你欧洲不妥协吗 你要再不妥协的话 我让你欧洲内部一团糟 明白啥意思吗 这叫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敢针对我的企业 小样我不废了你 明白啥意思不 所以这一次也一样啊 如果英伟达这个公司 想让美国政府出面 帮助他解决掉华为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有必要 让英伟达成为第二个美光 不给他市场准入 然后同时补贴国内的厂家 大中小企业都补贴 全部换华为 这叫行政命令 帮助华为构建这个生态 第二点 断供英伟达的稀土和稀有金属 对他进行元素周期表制裁 同时禁止这家公司 与中国任何一个法人和任何一个个人合作 第三个 拿台湾做文章 知道英伟达的产品 他是从哪里代工的吗 是台积电 所以因为他从台积电代工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拿台湾做文章 然后不允许台积电给他代工 如果台积电给他代工的话 那么我们要针对台湾的企业 进行元素周期表制裁 遏制他的发展 或者不让他发展才是上策 这种东西其实不用多了 只要坚持一年 英伟达肯定得跪了 就是这么直接吗 这就是所谓的多部门协调 这也不是什么困难事 之前我讲国台办的那一期 我就说过 这个东西往往只需要一个意识 当我们有这个意识 这些东西我们用几次之后 变成我们工具箱的工具之后 那么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无论怎样 在体系竞争当中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企业孤军奋战 我们一定要协同我们的企业战胜对手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